Hello 大家好 我是TO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条视频呢是要跟你们分享 关于进入秋冬之后的一些鞋子的搭配 那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穿平底鞋的 因为我是很严重的变眼平足 如果说要跟朋友出去逛街的话 平底鞋的帆布鞋球鞋是我的首选 那今天呢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天气降温进入秋冬季节之后 我最爱穿的一些日常出街的鞋子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吧 在此之前好像还没有跟你们分享过我的鞋子合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今天就拿了几双我最近穿的比较多的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顺序呢就根据温度来说 从高到低来介绍 第一双要先说的就是 我的第一只Chanel的鞋 然后这双皮鞋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它上脚其实是很显脚瘦的 而且这双鞋我还看了 差不多快大半年我才把它买下来 我当时一直纠结要买米色还是买白色 但最后还是选了米色 因为我觉得米色可能比白色更加好搭一些 而且不会显脚黑 这双鞋说来也很巧 就是我每一次穿它 必定会下雨 我就很心疼我的小羊皮 每一次这个鞋头前面 我都很害怕会见水 穿的时候呢 我甚至会把它踩在脚底下这样子穿 但是它拉起来呢 也完全不会有褶皱啊 或者是有痕迹 不管你是搭一些破腿的西裤 或者是紧腿的牛仔裤 或者是一些小牛仔裙 都很好看 所以这双鞋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而且是在我夏末初秋的时候 穿的出阶率比较高的一双鞋 我就一个愿望 希望下次穿它不要再下雨了 第二双鞋它是一个这种黑色的 算乐福鞋吧 我当时想买乐福鞋 就是想找一个比较特别的 然后又鞋型会比较好 然后鞋的质量也比较好 可以穿比较久的 所以当时这双鞋是在朝阳大跃城 大咒陪我一起去买的 它的品牌叫做Miles 然后这双鞋也是小羊皮的 就是上脚非常非常的软 我的脚其实算很娇气的 穿一些高分鞋什么的 走不了几步 后面就会磨红或者是气泡 但这双鞋还有CENEL的这双鞋 就完全不会有疼痛和打脚的感觉 这双乐福鞋我觉得是出净率超级高的一双鞋 不仅是秋冬可以穿 而且像夏末或者是初秋的时候也可以单穿 因为它的皮质比较好 所以完全不会无脚 我在初秋的时候就有单独穿它 然后搭配牛枣裤 牛脚裤 牛仔裤 然后到秋天冬天也可以搭配那种打底卦来穿 就配小裙子什么大衣的那种 所以它其实百搭率还蛮高的 而且我当时买它也是七八百块钱吧 而且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经而减 所以像这种鞋子要买质量好一点的 不仅可以穿得久 而且它还可以不让你的脚会发臭 但是小羊皮的鞋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娇气 就是有磕在那个台阶上 它立刻就翘起来了一点点 牛皮或者是羊皮的鞋尽量不要再阴雨天穿 不然的话这个对它的寿命其实是有减损的 而且这个鞋它的这个后面有做让你踩下去的设计 所以就不是你踩出来的一个叶儿 而是它这个鞋本身就可以这样子半根的去穿它 像我穿了这应该有一年了吧 它也完全没有变形 就不像有的鞋穿完以后它这里就被撑得很开 而且这双鞋也是比较适合秋冬搭配衣服来穿的质量也比较好 所以我也很推荐 再下来一双鞋就是之前拍照有被大家问到比较多的 Dr.Martin's的 哎呀这个鞋好重 这双鞋也是很好看的一个酒红色 我一般买的东西真的是会考虑到比较久 而且一般我不会去买相似度比较高的一些单品 因为就是想要岔开颜色或者是款式 这样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 增高神器你知道吗 因为它这个底你看看就有这么厚 至少有两厘米多 它也被叫做爱兹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这是八孔的 然后是这种软的牛皮 我之前那双黑色的是一个硬皮的 就不是这种软皮 它这个脚脖子这里就真的很各角 这次买这个软皮的我就很喜欢 它舒适感真的增加了不止一倍 而且我觉得这种马丁靴质量一定要好 因为它其实是比较耐操的 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心疼 所以它质量好的话你就真的可以穿很久很久 这双鞋呢可以搭配那种过膝袜 或者是就直接搭配短裤 像冬天的话呢可能就是搭配一些紧腿的 深色牛仔裤等等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帅气的女生 相信你的鞋柜里一定会有马丁靴 就算你不是一个帅帅的女生 你也一定要尝试一下马丁靴的搭配 真的很酷 第四双鞋就是我近期 也不是近期吧 就是我买回来之后一直都在穿的 基本上每周都会宠幸它的我的椰子 这双鞋是我朋友送我的 所以我还不是很清楚它的型号和购买方式 非常非常的喜欢 搭配细的牛仔裤 短裤 短裙 公装裤 甚至破腿裤它都可以搭配的很好看 目前除了拖鞋 可能没有一款平底的球鞋能够超越它 在我心里的地位 那椰子鞋我觉得 你可以考虑入手一双自己喜欢的配色 再下来同样是一款运动鞋 这个运动鞋是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买的 我会把这个型号打在屏幕的下方 它是来自Naked的 然后它底下有这种气囊 所以这种鞋其实蛮适合户外运动的 而且它会穿起来很舒服 人的感觉就是很矫健 爱运动的感觉 就是运动达人可能会有这种气囊鞋 舒服感更强一些 也就是可能码比较偏小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三七的鞋 这双鞋可以买大一号 然后它的型号是这个 之前发照片的时候 有大家问过我型号 但是我当时还不清楚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型号在这里 这双鞋配色其实我也觉得比较低调 比较百搭 是黑色灰色 然后有一点点这种紫色白色拼接的 有点像蚊子腿有没有 牛仔裤啊就是那种非常细腿牛仔裤哦 搭配它就还挺好看 搭配一些运动的服装就整身很好看 最后一双鞋 叮叮就是我去年买的一双 算是一个高筒皮质深棕色小根靴 当时买的是里面加绒的这种 就是冬天可以穿比较保暖的 刚刚入秋那段时间 其实我没有拿穿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厚了 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 我的个妈 每次出去我都恨不得 把所有的外套都拿出来裹身上 尤其晚上真的巨冷 所以保暖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大家经常看我的照片 就会夸我说腿直 就是因为我很少很少很少穿高跟鞋 我平时像这种短靴有根的 五双里面也就两双有根 所以如果你年龄还小 还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当中 最好呢是少穿高跟鞋 然后它其实不是什么羊皮或者是牛皮 但是这双鞋就是我穿了去年一个冬天 然后今年是才拿穿穿了一次 它上面这个折痕啊什么的 没有很明显 然后因为我每次穿鞋也都保护的比较好 所以它鞋头前面也没有明显的 就是有撞痕啊 这鞋后半部分脚掌这里是硬的 而且里面刚刚说了是做了加绒加厚的设计 就是冬天你即使穿一个单袜 穿进去脚也不会冷 扩腿牛仔裤或者紧腿牛仔裤深色的 都很好看 这双鞋我还挺推荐的 我觉得像这种短靴呢真的得要上脚去试 那以上跟大家分享这六双鞋呢 都是我从夏末秋天 还有现在的马上到冬天 比较爱穿的一些鞋 也是我平时出镜率比较高的一些鞋 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过膝靴啊 长筒的一些靴子啊等等 下一次再跟你们介绍 那这六双鞋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 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去找同款 同款找不到可以找相似款 反正我一直在的穿搭方法的分享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条视频 不要忘记把你想看的内容在留言里告诉我哦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